阿辉的后宫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刚问又婷的问题 问错了问题也问错了人 这个问题应该问男人 你刚问又婷 为什么女人还是爱抢爱哭 其实应该问男人 为什么接受女人来抢来哭 但是你女人不接受一视同仁 你文涛来哭一下 我同样 你得给我笑才行 你说我看到环珠哥哥里面 永远王后母后都是最凶的 他们都觉得她最奸战会下毒 欺负那些小公主什么的 可是你就看王后永远都是比较强 因为她是国母 她就不能跟那种 第五个第六个老婆 那边是羞羞答答 她就是得有国母的气势 你想想看皇上会喜欢一个 很有气势的女人吗 不行 所以她就最后 她要争权到那个 她只能用下毒的方式 这都是在逼出来的我觉得 她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这就是男人 所以从来都是男人的问题 而且我跟你说 我最近看了电影 失恋33天的时候 我里面看到一段 我就恍然大悟 不是告诉我什么失恋什么样 是说里面的女主角 不是问了一个有钱男人 因为那男人娶了一个 比较相对美脑的女人 只想要买LV 买名牌 他就说为什么 你们这么有权有势 还学台湾女孩说话的男人 对还学台湾女孩说话 是污蔑台湾女神 然后就为什么你有权有势 你大把女孩选择 最后你选了这个 我们一般女生觉得 怎么这个等级水平的女人而已 然后那男人就回答说 因为这是审视 因为对于这个女人来说 LV是必须品 爱情是奢侈品 我在一个段关系当中 如果我要维持 我的钱可以源源不绝给她 所以我可以维持这关系 但是爱情我没有办法 反正她也不需要 她就是奢侈 所以我就娶了这样子的女人 我就说 那我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不会被豪门砍烧 对 我应该就 因为爱情对我来说是必须品 LV是奢侈品 我相反 但是我告诉你 这也是男人骗女人的话 又被骗 我跟你说 他昨天就跟我说这个 对呀 我说 现在有些人说的那个哲理 这个名言名言 让人贴 假情一听 还挺有道理 实际上都是胡 都是编剧胡扯 原因非常简单 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品位 你知道吗 人的品位决定一切 他能接受这种女人 他就是个土鞭 你知道吗 他就 要不然就像你 你对服装有你的品位 让你穿个大红大紫的 穿身上 你能穿吗 你根本没 你没法跟这样的女的聊 所以他这个理由 不是真的理由 真的理由是因为 男人的水准也很低 你欣赏 你能欣赏的女的 就是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分比较低的吧 你知道吗 要么是另外一个极端 要么就是文涛说的 是个什么 土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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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土鞭 就是品 你知道吗 就是品位 人的品位决定了一切 就好像你爱吃什么 你自然就会去吃什么 那你们都是历史 你就你那么多读那么多历史 纵观中国的皇帝理念 他们也都饱读诗书 很多 对不对 就是有好亲戚书画都行 那他有没有看上的妃子 都是有品位的吗 没有 我们现在 我看 对不起 我比较俗一点 我看这种什么穿越剧 宫廷剧 怎么都爱你 多的很多 也是羞羞达达 年来年去 这就是穿越剧 对 年轻人历史 对 这个悲剧 你脑子里的历史 就这个嘛 对啊 赶快赶快纠正我一下 你去看看 真正的皇帝 很不自由的 很不自由 你以为他娶个谁当皇后 那完全由他艺人说了算吗 根本就不是 他的真爱永远还是羞羞达达那个 对不对 不定像五则贴嘛 五则贴 不仅老公爱他 儿子都爱他 乱伦 太多这样的例子 我刚才说 文涛说的情况 这是一种 是土鳖 另外一种 要么这个男人太高明 太聪明了 他懂得 不管你的女人是怎么样 他懂得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把你放在不同的位置 他可能不仅是爱一种女人 他可能也爱那种 那好 我只要给你买名牌就好 可是他背后 可能还是爱另外一种 很有才气 很有才华 他懂得把不同的人 放在不同的位置 有一种 就是他的这个理由 就是说 男人确实很多时候想省事 因为这个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能把女人放生全部的时间 所以呢 这个女人如果能用钱打发 那么比较省事 满足我一个可以预期的 一个需要 也很好 这个是有的 但是我就跟你说 即便是你生活中的八分之一的这个女人 她也有个品位问题 不是说这个女孩子多么灵秀 多么干嘛 而是说呀 两个人能够聊得来吧 对吧 因为毕竟不是嫖娼啊 对吧 两个人能够一起 你愿意她站在你身边 这就像是一个人 你喜欢一个家具 你为什么选择这件家具啊 为什么那个土鳖 他选择的就是那件家具啊 咱就说当然把女人比成家具 这个也很真实 实用要美观 对吧 就是说这品位问题 我跟你说 对 那觉得还有 不要忘记有时间的因素 时间的考虑 可能不同的女人也好 或是倒过来 从女人角度看男人也好 我们经常看 这样女人很好啊 怎么你身边的男人是那个样子 可能对你来说 讲难听一点是玩一玩嘛 我可能喜欢他身体很好 或是说怎么样 某方面很幽默等等 我准备跟他交往 过一把影 过把影就死了 对 过把影 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无妨嘛 没有关系 我觉得现代人太聪明了 他爱谁都有他的理由 他不爱的时候 更可以找到理由 太聪明 所以被挑上 我们不能只看 就是说被挑上那个moment 应该是说 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 可以多久 这才是重点 对不对 就堪不堪用 经不经历时间的考验 堪不堪用 还可以维修保养 能不能维修保养 出场以后 他还是爱你 然后可以长时间的经营 这才是重点 对吧 你不觉得你这样 有点这个什么 怎么说呢 有点那个封建思想 为什么 可能有些女权分子会觉得 你这么讲话 你把我们女人置于何地呢 可是每个人要知道 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我还是说 我说的堪用 不是只有美观的 堪不堪用 包括你的脑子 堪不堪用 你是不是与时俱进 你今天可以跟你 他30岁 你老公30岁的时候 你跟他聊 他30岁喜欢的东西 他40岁以后 你是不是可以跟他 打高尔夫 50岁 你是不是可以跟他 在家里面喝老人茶 这个品味得要有 那现在很多女生没有 他是觉得 他只看这个短历 看他现在有情 看他现在这个光鲜的一面 你都不知道 你背后要付出的牺牲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堪用 你这样讲 还是继续封建 为什么要女人 要随着男人的年龄 改变而改变 你不爱打高尔夫 你就不打了 不爱喝老人茶 那就不喝了 那你就不要找 你老公又喝就喝 你不要想找一个 喝老人茶 但我是说 你自己本身要很多药 你就很多面 因为你既然是跟一个partner 你竟然决定要有婚姻 就是要跟另外一个人合作相处 一辈子 合作嘛 你就是要有妥协 那当然他对方也是要 相互的回馈 不是说你一昧的对他 但是一定要互相合作 那他才会长久 如果女权可以 我也赞成 那他就一个人一辈子 就不要哀怨 说你为什么看不上 要长久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除了合作以外 可以外包 把陪你老公喝红酒的部分责任 外包给其他人 把他陪他打过外包 哎 还没讲 你要独占吗 对 就很难 因为我可以多远 我就 如果我不会打高尔夫 你跟别人打 那我就算 可是我会打 你不跟我打 你跑去跟别人打 你打 不行 你知道 你知道 我现在觉得这个 像最近我老看那个电视剧 叫Tudor Tudor 都多王朝 那个电视剧 你就看英国的这个 亨利七世 这个王室 我觉得跟中国的这种 不太一样 中国这个是农民的这种 就是后宫三千 全养着 我搞不着你 你也不能给别人搞 我发现英国 他不是 他是个个都有老公的 是吧 谁都有谁的老公 但是皇帝的 就是开舞会 party 那个人是谁 勾过来 勾过来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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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什么伯爵夫人 皇帝想弄谁的老婆 就是谁的老婆 你知道 到最后 我觉得他也是 一种 就是他不闲着 你知道吗 他平常 我不用你吧 你也不闲着 这比咱们还是先进 是吧 皇帝也不小心眼 是吧